第三千五百九十四集 神徒宛儿毫无提防之中 已经陷入了沉睡 万十三看着夜晨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有些狐疑地看着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是想要向万宗主 要一件旧物 黄老单手结印 已经暂时封闭了夜晨的感官 他双掌一番 钥匙的图样已经出现 交给我留你一命 万十三看着这钥匙神色震动 这仅乎万年的等待 没想到来取密合的竟然不是红天经 而是这个武道诡异 身躯却是青年的家伙 万十三不笨 此刻面对这等存在就算是自保 也只怕会丧失诸多珍宝底牌 哼 没想到你是宠他来的 你想要给你便是 万十三也不拖延 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地知道 命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一团光圈被万十三抛向空中 而他自己则第一时间远顿而走 黄老看着手中的密合 这是上一世轮回之主留给夜晨的旧物 没想到最后却是由红天经的师弟 所镇压看守 这世间的因果真是难以彻底了然 与此同时 鬼扑之下的鬼藤再次剧烈地晃动起来 红天经醒来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多 而他的力量也在一点一点地 十分微弱地恢复着 轮回之主取走了密合 红天经的双眸几乎可以看到 所有轮回之主的光幕 他望向万十三的时候 心头一阵恼火 这家伙修炼了百万年 没想到还是这么贪生怕死 这个密合到底寄托着什么东西呢 红天经自言自语道 当年他妄图私下泯灭轮回之主 却遭太上天女阻拦 后来便是决斗 他还没有时间找到打开密合的钥匙 最后只能勉强将这一密合藏匿起来 而如今 密合再度回到轮回之主的手中 秘密就快要解开了嘛 冰凉的笑容 让红天经干瘪的肌肤 显得格外猙獰 一天之后 等到叶晨再度醒来时 却发现他已经躺在 沿江海洋的海面之上 正随着波涛一点点的流动 神徒宛儿安静地躺在一边 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抓着玄铁伞 神徒宛儿 叶晨半坐起来 用力地摇晃着神徒宛儿 他虽然想过抹杀神徒宛儿 但他知道 这涉及到的因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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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